你把情 个人情感加进去比较不容易 那有的敢投稿是这样的 哇 终于 开工了 暴露人家日常生活状态 需要你八卦的时候 怎么了 我才会问这 张姬最近常常待于草庐 属你机灵便用你去陪着她吧 张太子妃 上时局现在正有宴会要筹备菜肴 他是为了他父亲和陛下之间的矛盾 不必让他分心 是 唱所欲言随心吐槽 哈喽大家好 今天邀请的两位嘉宾依然是公寓的贵人 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张太子妃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新朋友姚子金 欢迎你 张太子妃是老朋友了都是啊 张太子妃是老朋友了都是啊 对 那我今天是新朋友 常客 给大家打赏一下 打赏一下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姚子金 纸上的厅堂 下的厨房 琴棋书画 八般武艺 样样精通 是我们上时局的小骄傲 欢迎你 也是我们后宫的骄傲 对吧 那我是不是要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 口才好 善谋烈的女政治家 你是什么家 翻后宫女眷 不得望你公外之事 既然陛下问起 臣妾不得不拔 好欢迎欢迎欢迎 不过认我了 然后呢国际惯例就是有些问题啊 就是关于这一期主题一些问题要问下大家 第一个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会和父母长辈们就是谈论这种感情的问题吗 先说那个剧里面吧 对 先说剧里面其实还是希望非常的去努力在他们面前做一个很好的我去表现自己希望得到他们的正合的 对是这样是这样 对 那我就使劲给他下半 其实这个下也不是这个表面上是下半 其实内力里呢还是关怀和帮助 是希望 我们家根本没看出来你的关怀好吗 哎我天啊 我得栽培你你懂吗 所以他根本不想跟你谈论这种感情问题是吗 只让你觉得他好就可以了 对对 他对付我就够了 我们俩不会太沟通交流 但是都会他用他的办法让我 让我成长 聊到那拍摄的过程中 我有时候看着景颜我在想哦其实景颜现在的人物就是张太子飞的前身啊 他就是像景颜这样一步一步的从后宫成长起来的只不过 呃他更坎坷一些 所以说我有时候拍拍着看着我说哦其实 姚子晶的今天就是我的昨天 所以我们俩虽然没有太多的交流 但是心里面是有一种联系在里面的 嗯 他看到了我是个潜力果 必须的 比如说你演员本人啊就是 嗯 会不会有没有这种精密就是就是跟 父母长辈去探讨这种感情的问题 嗯 我说我吧 我会把自己对于自己看到的 还有自己的观念啊希望他们好呀 然后去做一些自己呃能够做的帮助吧 虽然非常的 我也特别的小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是因为现在我们很少在父母身边 其实我们如果在父母身边的话 我们不用说什么 我们就是个最好的调料界 就是因为我们不在 他们有的时候嗯 就是看见你在了 两个吵吵吵吵吵就吵笑了 都不用说什么 你说一些建议什么 他们可能也很难就是 但也要说呀 就是因为自己不在自己的 不在他们身边的陪伴嘛 就有赞通简然的陪伴嘛 其实我赞通简然那个说法 因为每个人的家庭情况不一样 但作于我来讲 我的家庭可能就是 父母的生活没有让我参与太多 比如说他们工作的时候 我还小 等我慢慢稍微懂点事的时候 我就当兵走吧 然后从离开家到现在 基本上就很少跟父母 能够有长时间的接触了 有很多这样的 对 我前一 就是上一次疫情的时候 我在家住 我住到一个月的时候 我觉得我妈已经开始赶我了 你知道吗 你为什么还不糟 妈一问这个问题 还不好意思问我 就说你工作还没有那个什么 就问我 怎么还不出去 旁销侧击的给你的意思 自他我离开家 我爸我妈第一次问我什么时候 我走 我就知道了 而且有的时候 我们好长时间不回家 回到家里面 有一种稍稍的深疏感 陌生感 会有些的 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我不知道你怎么样 我在离开家的那一 就是我很小的时候离开家 我爸说一句话 当时我不能理解 我都觉得好难过 我爸爸送我走的 头一天做了一大桌菜 就说你明天走了 再回家里就是客人了 不是伤回在一起的感觉 回家就是休息 现在大部分呢 也是回家陪伴会很少 所以有的时候 其实父母要求挺少的 你在微信上 在自己的家庭群里面 多发点东西 或者发点很简单的那种东西 其实对父母来说 就是最大的一种调味 调味剂 对的 对的 所以说你在说父母的情感 其实简人说的对 其实你本身你的存在 就是他们最坚强的一个牛带 对吧 反正今天的主题 基本上是围绕 这个父母长辈之间的东西 好 还有一个就是说到咱们剧里服装 之前也很多来的演员 反正我们都是穿着剧里的角色衣服来 我们这次上时的衣服也是很特别 我这款工服呢 我们进上市局以后 这是从掌扇开始 我穿着这个衣服就可以去做饭了 不能做皇后和皇上的 就如果你穿现在这个衣服的话 你是不能给太子妃他们做饭的 对 但我我随时都被他们扣啊 必须得去我去做 啊 就是 对 就是给你特权 特权 太子清点嘛 经常 对吧 皇太孙清点 然后皇太孙妃也会清点 后来你也清点我 因为上次有那个和鼠跟雪露来 就是他们就是其实说 到最后都没升个纸 就是没升个官 全被旁边的抄过去了 对 而且你在剧里面有一只猫 是的 刚开始就很机灵 后来就这样 面谈 对 嗯 很无奈 一听到开始 嗯 就开始睡 对 因为拍戏 就是其实就是最难拍的就是 动物 动物跟小孩嘛 对 但是我觉得最难的其实还是拍 吃的 对 那包括那个太子妃他们一吃饭就是一大桌 对 对 其实是烙不着吃的都像皇上吃了 行 你进去做做试试啊 哈哈哈 对 那你做饭 你在那个就是在拍摄就是咱们开机之前就是有有没有做一些训练 啊 一些烹饪的小的知识我们我们都是学了的 嗯 那你平时之前就是自己私家里会做菜吗 你觉得呢 嗯 好像好像问问的人好像都没有回答 我会做 真的 哈哈哈 你也太子妃应该会吧 我我我我生活里我会一点 呃 对 但是别让我切 我就炒个土豆丝 我能做一个小时 我估计 但是炒没问题 我就是不会切 你俩可以 他们是在炒 我会炒 对 我看他们切丝 估计每个人都是在厨房裂出来的 所以我家里会买那些什么擦丝的东西 所有东西擦擦擦擦擦出来就好了 先找一个合适的 对 公寓扇琪式 必须利器 我找找合适的嘛 啊 炒一下还是蛮容易的 完全展开之前还是玩个游戏吧 热热身 然后也测试一下这个 姚子晶跟她未来婆婆 张太子妃的这个默契程度 鼓励鼓励鼻试是吧 来一趴 你话我猜 嘉宾一人通过动作表演 一人猜测答案 游戏过程中不能说话 Round 1 饭 打磨 怎么一大演 这是什么 真的不能说话吗 就是你每天都会做的事 很困的在化妆 化妆 这是化妆 然后弄头发 弄头发 困 吃饭了 你要干什么 信息量太大了 三个字 三个字是一件事 是一件事 你连贯了看 然后就 你到哪了 吃饭了 吃饭 然后穿衣服 开工 快了快了 继续 真的去现场 你想想这一系列 到了中午了 还不知道这是什么 到中午了 赶通告 你把个人情感加进去 我比较不容易 那有的感通告是这样的 我终于 大家的 终于 开工了 这是我们的日常 我们感通告的日常 哦 好了 好了 三个字 三个字 还真不知道咋形容 是吧 还真不知道咋形容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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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行 我刻骨刮手了 三个字 可以提示吗 一点点 一点点可以了 一个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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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中人名吗 嗯 你看 就是 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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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可如啊 是吧 哈哈哈 继续 劇中的 剧中的人名 主张鸡 我怀疑你们暴露了人家 暴露了人家这场生活状态 哈哈哈 我可是 心虚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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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字 第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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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吧 对 后两个字 榴莲 可以 可以 你要吃臭豆腐就这样 榴莲应该是这样 榴莲还是不一样 这样 好 二位的木戏还是不错的 那我们就 进入那个我们的正题吧 就以我们距离的一个情景啊 就比如说可能 就老皇帝对猪高吃有些不满 猪粘鸡很想去调解 但其实猪高吃的这种不高兴的心情 其实会影响到这个父子之间的关系嘛 就是父母你的长辈遇到这种嫌隙的问题的时候 你会不会去出手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你关起门来 我们会有各样 我们在面对彼此的时候 有这样那样的就是 小的习惯啊 但是我们打开门 面对外界的时候 一家人还是一家人 对不对 其实张太子妃 包括后到后来当了皇后啊 包括到了太后啊 其实时时刻刻也都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前朝他没有办法顾忌 主要是后宫家庭这些事情嘛 一直在维持这个家庭的和谐 对一直在维持嘛 对我上场的头两场戏就是这样嘛 就是于情于礼都要去调和这些事 必须要啊 对这个特别是在皇家对不对 一荣俱荣好 所以你能当成太后吗 对啊对吧 要不行的话一家人都砍头了 哪有他以后再进攻啊 其实我是前期在上市局的时候 是参与了很多猪高 适合猪粘鸡之间的情感的 也是希望猪粘鸡 跟他父亲之间的父子情有缓和 这对跟其实跟张太子分也像 对他们俩好了 我们国家才能好 是对 因为他们是治理国家的人 他们俩如果感情达不到一致的话 那势必 家乱则小家乱大家就乱 尤其是皇室一乱了天下就乱 后宫的一点事情 其实还都是会牵扯到前朝的 所以你在你在演的时候 也会把握这一点嘛 对看就是还是家和万事兴比较重要 对的 然后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一位飞行嘉宾 让他看看他的看法 还有人啊 请看大屏幕 陈以为不然 若陈是汉皇 领兵先战南京 控制了南京守卫 比江南前两 京师必然危矣 哈喽大家好我是徐总 在上市中适用的是主张鸡 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家庭的一份子 不管是普通家庭还是皇室家庭 都需要每一个成人一起去维系家庭的关系 实际说我们更应该注重维系家庭关系的方式 我再问大家几个问题哈 你在生活中会去很在意别人的感情 就是感情生活吗 会不会主动去关心一下 或者是给出一些意见啊 我觉得感情是一个 对你跟我一下我一下 我觉得感情是一个比较隐私的话题 我其实我是 你有一个范围吗 就是家人或者朋友 别人我肯定不参与了 家人如果不寻求我的帮助 我不会去乱主动去插手 朋友更是这样 因为有的时候你不跟我说 你不来跟我聊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是 这个分寸和尺度要把握的很好 因为 清关难断家务事嘛 情感问题总是家务事 对不对 而且其实包括情感问题 还涉及到了很多的隐私 你在不了解事情全部的情况下 我就怕你说的任何东西 都不是很客观的 不太会主动的去关注 但是别人真的要跟我讲起这个问题了 我会畅所欲言的谈我的想法 我以前就是 我以前我就特别喜欢了朋友的感情生活 就其实有的时候像打招呼 就问你吃了没 就这种类似你知道吗 哎问回问的 哎吃了吗怎么怎么样 或者是有朋友他其实有一个就是另一半 然后每次我见面我就会 哎那个那谁呢怎么怎么样 或者叫八卦 怎么样啊 关心感情生活 没有其实就是一句口头禅 比如说就像有些问你吃了吗 不是那你比如说你问我 哎你你你男朋友呢哎我说别提了 你会再问吗 我就是敬 我以前就是哎呦怎么了怎么了 那就是八卦 我以前就经常碰到这种尴尬的事情 就是问了朋友哎你那个谁呢 我只要一问这个问题一定是分手啊 哈哈哈是好尴尬了 我就碰到好多次 所以我现在就是 我也是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自家的事情别人家的事情 你也管不了 然后干嘛要八卦呢 然后相对的其实可能作为我们自己也不太喜欢别人过度关心自己感情生活 而且再好的朋友 我都我都没没有 就是聊聊聊你只要不往这方面引我绝对不问 这个情感问题哪有那么多太大的 如果大是大非 但是有的时候要去讨论 但是你看有的时候就是大家就比如说很小的事情 就都没人问那那那个人怎么办啊 你是觉得就是有可能就是想说很小一些事情 你身边很好的朋友 也许他就需要你这么问他一下 他给你吐槽吐槽 就没事了 那这种人我觉得如果你很了解他的话 你会帮他起这个头的 对 他需要你的关系 他可能就是表现出来 就是表现出来心情很不好的样子啊 然后也不说怎么回事 你是那种需要人问的是吧 看你不开心就问几年你怎么了 你是亲感的 真的没事 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爸爸吵吵嘴 小的时候觉得他老吵架 其实可能说不定那是人家那种相处模式 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 有些人说话就是属于喜欢这样 对就喜欢就是我爸妈也是的 尤其是老父老妻好像更容易 是的是的是的 拌拌嘴啊什么的 拌拌就好 有时候你真以为他们好真吵起来了 人家没事了你还在这压力的不得了的 是的 所以这个话题我觉得好像感情生活还是不要太去参与到里面去比较好 你可以关心 但是你不能八卦不能插手或者是主动的去自己私自的事情 反正今天也了解了很多私下里的景言的部分 包括他对决策的理解 那我们就是话题先聊到这儿 然后一会儿有险 不我们最后呢要读一下粉丝给我们的来信 嗯 会有些反馈包括有些小温的问题 子晶来读读你这封信 好上时的剧情真的很有魔力 每天回家就坐在沙发上包剧 全家人特别爱看 表白美丽 小厨娘 子晶 有勇有牟 会厨艺有才华 真心太厉害了 看了之后就想点掉外卖吃了 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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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特别想知道 今天平时累了的时候会怎么休息 那么在上时就有没有学会做饭提高厨艺 累了 怎么休息睡觉 累了睡觉吧 就抽空睡觉 抽空睡 对 碎片化睡觉 对 碎片化睡觉 挺有用的 有的时候可能睡半个小时就完全不一样了 她说那个我特别有感触 就说看剧的时候会觉得饿了 你知道吗 我看剧本的时候你们有这样吗 我在看咱们上时剧本的时候 真的 我看了晚上我饿坏了 真的 那为什么我这样 我有时候准备第二天的戏 好饿 好饿 对 那这部戏的时候你应该来来上时剧 我一场戏都没有 所以其实前两天录咱们这个节目 在那个我在你们大厨房 我录节目第一次到上时剧来 是吗 对到这个棚来 你今天天天在那趴你就不会觉得热了 是吧 我就做了一下我就好开心啊 有没有提高 学会做饭提高厨艺 那就是当然了 对 就是 对刚刚我们也聊到了 也见到很多自己在一场生活中没有见到的各种地域的菜系和制作办法 也希望这个网友自己能也学一学做饭 就是因为之前有来信粉丝也是说看我们剧 然后看完之后点外卖 我就说不能回去自己做吗 然后刘公公说 我拍这个戏就是每天看皇上吃松鼠鲑鱼我可香了 我说怎么你回去自己点两条松鼠鲑鱼的外卖吃吗 就是大家索然在点外卖你知道吗 是的 但我们上时就是个很好的一个菜谱教学食堂 是啊是啊 就尤其在播出过程中肯定有很多的菜都能够的观看 我们把从菜筹备切到过程到成品都拍下来吧 而且这个菜的历史你们都讲下来了对不对 对对 很多菜的历史出处 关键还有还有什么治疗办法 有什么小心机 有什么食疗的作用 哦太好了 我讲的一一的都全都给你讲了面面去倒 我讲的一一的都全都给你讲了面面去倒 手菜源于川府 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别具特色 你说这个戏播完有没有人专门准备就是整理出一个上时菜谱也蛮有意思的 肯定是肯定是有的 辛苦大家 辛苦大家 整理一下让我们自己也学一学 对因为我平时自己还会做菜 我觉得上时很多菜还是挺好看的 就是尤其是它的摆盘啊 请你去做一做 对你先学个在水里叼豆腐吧 这个就大可不逼我觉得 很感谢这两位粉丝的来信啊 大家呢也可以通过留言在网上留言我们都会看到的 然后也会尽量去读取大家的信 然后让我们的演员朋友也能够给大家一个解答 然后也感谢张太子飞每一次陪着嘉宾们也在聊 常驻是吧 常驻 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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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帮助朱瞻基用另外一种超脱剧情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的所思所想 请大家继续关注上时 太阳是什么 你是个很阳光的女孩 天天大货不断 小货那个是什么这样的 有种病人感 跟他人世完全不一样的 仗义出手 麻刀相助 然后雕发也缓清了很多 是吧 帮助每一个女性的是芯姐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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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